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一早前跟大家做节目 今日的播出时间我安排早一点 因为事实上我可能会分两节讲这个 这么重要的题目 我都认为这个题目很可能 是我做桑普论证这么多个节目里面 字幕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题目 中国白子革命 这一场真是不说得笑 月体呢 我已经忍口一段时间不说 特意不说一段时间 我昨天已经做过节目 讲关于一些所谓的 从新疆的火灾 讲到不同学校的一个风起 另外看到不同地方开始出现的问题 我们看到彭在洲彭立法 和这个超人哥的事件 其实当时彭立法我们讲到 因为刚刚二十大 过二十大这些事件 类似发生 但我会这样看一件事 我对彭立法彭在洲的思想层次 评价不高的 因为他的文章依旧是反习不反共 你看到他搜出来的文章 他现在失踪了 他还虚构出一个 他当时虚构出一个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委员会 还黑了个红色的章 挑了个红色在里面 自己盖掌 这件事呢 想象非常薄弱 思想非常脆弱 相当是遗憾的 我对重庆超人哥的思想 尊致评价都不高的 因为他主要是针对反对市政府 他是针对重庆市政府的人员 是大港所谓的长征精神 还将不自由和穷这两件事 相提评论 我觉得重点不是穷 而是不自由 他们两个人沽庸何家 我不会否定这一点 沽庸者 这个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他的思想是腐朽 但是 由昨天开始 我看到一种新的变化 我看到楚光 看到一线光明 这个楚光和光明 是不是很稀微呢 神光稀微呢 真的 的确是这样 那未来会有什么变化呢 这一节我们要讲讲 我希望这一节 如果大家看到很多新闻 可以跳过这一节 直接进入下一节 我们讲评论 深入评论的部分 回答那些六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但这一节呢 会铺垫出 我明来呢 会讲六个问题 主要的事实根据 OK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看完这两节 因为是相当重要 同时也都 多说一句 希望大家 用Superfans Function 赞助课金给本日 也希望大家能够 看完这些广告 comment like share 也都是subscribe YouTube 和Patreon 我看到这几天呢 有几个口号呢 是很重要 也都是变化所在 不在于重庆超人哥 OK 他是一个濫伤 是一个引子 而真正爆发的 就是这几句话 上海人 叫出了 共产党下台 接着当然会说 习近平下台 所以这东西 已经不是蔡霞之流 这班所谓的 邓江湖市口得勢 习时代失势的 希望反习不反共的 所谓的流亡人士 所以既要反对习近平 也都要让共产党轰延粉碎 撕烂瓦解 之后变成粉末 之后将它完全消毁 这个就是共产党必须下台 这个上海人叫得出来 一个人叫共产党 后面就是沙太 其实这些好似香港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或者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这个开始的时候 2222 之后44 现在是3232 共产党下台 共产党下台 跟着整班在上海警察 没有事情 做不到事情 第二节我会分析一下 究竟它为什么不出动的原因 共产党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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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叫得响 但当时不在街头 那么多人 在没有组织之下 我会说到 51个大专院校 十多个中国城市 封起 封起 上海港共产党下台 整个都说什么 不要终身制 我们中国 中国 不需要皇帝 不要终身制 中国不需要皇帝 接着要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这个蠢到漫天架响 我想这一点是相当重要 终身制和帝制 这件事 是不是回复回邓江湖 你收货 觉得那个不是皇帝 这是一个大问号 但你今天说得出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开始有 质的转变 今天我说了 你要由 一种所谓官逼民反 暴动 去不要核酸 要这个 要这个 解封 一路去到 真正 做到 挑战共产党 挑战这件事 而且输入 民主自由的旗次 这件事是一种 民主运动 即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 暴动 动乱 而是向一个 民主革命的方向前进 那问题就是说 你在这个方向前进 我们要肯定 尊重 支持 鼓励 但 你说我会不会看好这件事呢 就让我说一说 另外北京 在清华大学学生叫出 民主法治 表达自由 这个不正常的中国 我们受够了 不再为工程 公权力去口交 不会为公权力 去再做一些 所谓的脸绝奶的事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捕 所以就不敢发声 我觉得我们的人民 会对我们失望 我作为清华的学生 我会后悔一辈子 当然他们唱国际歌 我是很讨厌的 马克思主义的歌曲 马恩烈士 全部我都相当讨厌 所以他们自己唱饱他的东西 所以那些血染的风采 国际歌 我说司徒华的时代很喜欢 我极度讨厌 我肆意先声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社会主义是什么 社会民主主义 I dislike them OK 接着你说 这是刘晓波先生 08宪章运动之后 中国未曾有过的现象 也可以这么说 八九六四之后 这么磅薄的群众 不约而同的运动 是第一次 那你说那些人不封网 中共不封网 封不了 为什么封不了呢 他们会用各种的 他一刷出来 他封不了的字 譬如说 你要封什么 乌鲁木齐 你要封网 那我们要去上海的乌鲁木齐 中路聚集 大家一起去这个地方聚集 你一说 不需要说我做什么 大家都知道 若他们吃饭 若他们打卡 再想给大家知道 发生什么事 除非全网封锁 否则 其实抗争是可以 不同形式去处理 有很多人 看上海的人 各地都有的 白子为憑 白子为忌 白子运动 白子革命 有一个只拿着一个 你此处猪狗狐狗说什么 不得一举心 但当然被警察捉走了 他们冒险的 他们拼死而来的 因为行头那些 就是get in front 那些 not behind 那些 一定很多时候被人 不是一定的 很大机会被人拉走 所以他们这个地方付出勇气 而拉走的后果可以相当严重 是不是你看董耀琴你就知道 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人多了 而且开始 正踩踏共产党的红线 这件事件后面引发的效果 相当严重 我下一节会讲清楚 严重的可能性在哪里 我是更期望有些思想心碎 和有大气的人站出来 尤其是中国里面的人 我不是中国人 中国里面的人 好好地勾立出未来中国的愿景 包括了各省独立 或者联省自治 自由 宪政 法治 人权 民主 真正追求 真善美 就是事实上 de facto 去行基督的路 很多韭菜们 是否能够坚持下去呢 我乐见其成 会鼓励 会尊重 会支持 但是对于整个 中国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我是不乐观的 我先说明我是不乐观 就是对反抗暴政 争取民主自由 要求反共 要求共产党下台 我们当然支持 但是对于这个愿景 我是觉得不乐观 这个基于我多年来 对中国民情的考察 所导致的 我甚至怀疑 现在很可能是习近平 故意放纵 引蛇出动 假以时日 突然出击 全面撲杀 我对中共魔性的了解 都是相当有信心的 是相当悲惨的一件事 就是绝对不好笑 那一旦中国民情的抗争 的resilience 的人性 遭受严重的考验 导致生灵涂炭 他们的抗争 可能就这样突然之间 停止了 然后呢 就像八九六四之后一样 一切向前看 所以我一点都不乐观 就是我对结果是悲观的 但是我当然呢 积极这样做 我们当然是支持 如果我上面说的是对 至少证实 包括我在内 很多人离开中国 远离中国 是幸福的 是正确的选择 如果我上面说的不对 至少说明了一定程度的中国人 是争气的 所以无论他说的对与不对 正确 某程度上 他结果都会很悲惨 但我看得到 有些希望可以策略了 这个策略了的希望 我看到 同时在微博上面 微信上面 有些留言 有些就说 香港人呢 和我们没得比的 就是这帮抗争者 香港人呢 那些是暴民 而我们反抗暴军 你说这番说话呢 证明呢 你完全不尊重真善美 不尊重事实的真相 还要和香港切割 那你就活該 是吧 我们希望 你们成功的 但我们团结就是说 你和我们香港抗争者 和台湾国家主权独立的人士 你站得有多近 那如果你认为 要吃了台湾 要灭了香港 跟着你反抗你的暴军 那不过你收爹 收盪 但我很好看到 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的 这些声音呢 包括了呢 我在最近在Facebook 都转席过这个声音 我觉得相当 有意思的一番说话 他就是这样写的 一个叫做Rosamund Chua 他是在英国的中国人 是用iPhone来发出微信的信息 他这样写的 我写完之后 我都看得挺感动 我希望大家能够 这些正能量 真的正能量 可以说出来 他说 2019年 香港游行年 最大的一次游行的时候 火烧地铁站 我合考过一次过一年 在香港参加SAT 就是SAT 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 我当时住在中环 我在酒店房间 听到楼下废青的声音 光光烈烈 转手 就给我的朋友发了个信息 你说他们是不是吃饱了 撑的 闹什么闹 还是日子过得太好了 就是说他们呢 吃饱了末时干 日子过得太好 在闹事 第二天早上 他们破坏了一些大型商店 半夜烧了地铁站 我无法考试 拿起行李箱狂奔到路上 那天的SAT考试被延迟 我烦透了 这群给我造成困难和麻烦的人 时至今日 我才明白 是我跪了太久 不明白他们要求的 只是本属于自己生而为人的 基本权利而已 是我太久不被当作人 而看到人该这么活罪的时候 都觉得刺眼 我看了看 我眼下所处的沼泽 我承认 这是我的代价 这是我未曾经 深安美德祖珠 曾经的无知 下面我先不读了 今天基本上是讲这个精神 你想想 是有些人的角色 无论这些中国人 去到哪个地方 去英国 去英国发出这个信息 自由发出这个信息 现在看得到 事情正在起变化 你说这些声音 如果在微信上 可以发出来的 是不是有引蛇出动的意味呢 極有可能 我说比积极有可能 我下一次会分析这一点 当然有些人 是叫不醒的 装睡的人 永远叫不醒的 譬如说 但是这个跟香港不一样 香港哪次确实是暴民 这次是暴君 这个就是 说我们暴民 说那年是暴君 那你收党 走开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呢 你根本上没有看通的局 当一个人 不可以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给你机会的时候 全面看通的主要关键的位置 还在沉迷一些 说我们是暴民的情况 可说 可以这样说 是完全 文不对题 好了 很多的手足听到 当然都很脑 不要紧 我们密切观察 未来的变化 无论如何 我会祝福 我会支持 尊重 鼓励 用舆论的声音 我传递给大家 你们讲共产党下台 讲民主自由 讲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是对的 但我不看好 我不看好你们的人性 我不看你的坚毅 我看不好你们的论述 你们会不会真的希望 中国能够各省独立呢? 能够真正去民主宪政 还是承透变换王大棋 暴君逐个做做看呢?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今生不做中国人 但你虽然是敌国人 那这班人都希望你们好的 但你行正路 难道我可以说你不错吗? 但我不看好 中国未来的发展 总而言之 结果 就是怎么说呢? 结果 就不好说了 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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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做我这个丧宝频道 opportunity and timing are now are here in China go for it get in front not behind 这个是 有一个香港的废材 给大家一个寄予 那究竟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呢? 其实我昨天先透露了一些 我首先就说 看看上海发生了什么事 根据自由时报报导 新疆乌鲁齿 上个星期四 24日一栋文宅大火 发生促容之灾 但因为中共无脑的封控措施 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 10个人起码因此丧命 还有9个人受伤 消息曝光之后 随即引发中国全国的民愤 近日在各地都有人发起示威活动 抗议中共政权 而场外封存的示威现场画面中 都能看到抗议人士手拿着一张白纸 演员成为这场有八九六四的 既是这样的抗议浪潮象征 11月27日 上海大批民众齐聚当地的乌鲁木齐路 即包括乌鲁木齐中路 借着悼念新疆逝者 去抗议中共政权 高涵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 不要独裁 要民主 不要核酸 要自由 等候号 据悉 这个在 27日晚上发生的上海抗议活动之中 有警察上前关心 问是哪个组织了这场半渡 这要提到一个点 就是警察完全没有头绪 谁组织这个活动 共产党很快撲出警察去反应 因为它有天涯 但这帮警察根本完全不知道底蕴 换言之现在民变或者民怨突然之间发芽的时候 其实共产党的能力你不要视为很高 他根本不知道 他问是哪个组织的 是不是外国势力的 所以很多人要解释 我们中国人不是外国势力 所以梁振英说些东西 我想问梁振英屈命园这套孖堡 大家说一下 是不是外国势力指使这帮人 是不是有证据的 那你证明你的地方在哪里 那你说这帮人是不是外国势力指使 你说这些不是香港的我不管 你这样也说得出 全国政业副主席 你不管中国的事 调查吧 24小时被报告上线 说给大家知道 上海事件是否外国势力 不说当没有 说就依你为准 我给你24个小时 我播出来 给梁振英24个小时 说上海事件是否外国势力 24小时都调查不到 证明你无能 24小时都不调查 证明你失职 24小时发现不到外国势力 但是呢 证明你是一个 方言的制造者 你发现到更加是方言的制造者 你想想 这件事由警察上前关心 问哪个活动 证明他今天反应不来 他反应不切 跟着他 现在因为强干弱智 所有这些警察 武警 全部 其实我不说 共产党的弱点 就是我说这句话 他们全部没有办法 临场做决定 他们必需要 不是叫做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No 将在外 必先等军命 你受军命 才可以做任何的行动 这个就是为什么 就是 习近平 在改革七大军区 变五大战区 跟着全面掌控所有的军队 武警 公安 警察 全部一体的时候 国安的时候 特国保的时候 全部都用这套东西的时候 下面的人 没有人 有权 去自作主张 随机应变 执生食老 结果是吗 站在那 站在那 他就说 条件反应 有人来 过去 打不打 要听order order 你要由当地 發到去 北京那里 由习近平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亲自部署 有时间搞 好了 警察到关心 只是问 他的SOP 你做了什么 谁组织的活动 他也没有知道 跟着呢 在场的市民 纷纷跳出来表示 我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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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组织的 每个人都说 我组织的 我组织的 中国人组织的 警察就是 完全不知所措 竟然有这么多人 个个都自发出来 个个都说我组织的 这个答案 我觉得相当好 其实香港人 谁组织的 应该说 我组织的 我组织的 香港人组织的 每个人都出来 这么说 那这班警察 不知所措 所以这班上海的人 真是OK 我觉得是 直属母子给他们 相关的影像画面 被分享到場外后 造成热烈的讨论 也令到外界开始 密切关注这几天 在中国发生的示威活动 不少人直呼 这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后 罕见的抗议浪潮 甚至网友认为 这是比当年的八九民运 这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着不满情绪快速蔓延 中国多个城市 街头学校 越来越多人站出来响应 由网上流传的照片 影片当中 可以看到中国抗议群众人 手拿着的是一张 没有任何图像文字的白纸 以白纸作为这次抗议浪潮的象征 似乎是封痴被称为 大白的中国防疫人员 同时都暗示 面对中国强力的讯息封锁 人民只能用大量的空格 标点符号组成的毛字文 来抗表达抗议的吊诡现象 所以既无办法捉到他白纸的意思 任你诠释 也都表现出 你将我们全部的信息 洗白 也都讲到 大白这件事 是有多重的意义的 昨天在Twitter上封传一组 令人很多看完之后 直呼动容的照片 据称是否在南京某车站里 可以看到一个女子 孤零零的拿着一张白纸 站在车站大厅 然后另一名女子 什么都不说就加入了 最后一班人 就这样默默站在第一名女子的身旁 手拿着白纸 无声抗议 一人拿白纸 众人加入 人人都拿起白纸 这个相当令人感动 另外 北京的清华大学 星期日 27日 也有一名女学生 在校内 紫荆园 独自举白纸抗议 也有慢慢有其他学生加入 最后变成了几百 甚至想知名学生示威的浩大场面 对于这件事 有网友感动直呼 过去看抗议者 最后变成了几百年 现在中国人民终于站在一起了 起来 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组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民族 都被迫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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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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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美国歌 我做一次读给你听 挺好 是不是 中国人民终于站在一起了 这件事是重要的 我想 因为 我可能两次说不完 现在都差不多二十多分钟 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说这些新闻 最后才说评论